他说想要提升一下雷神的伤害 让我去给他弄一下圣移物 先看雷神面白 1300的攻击力 精通0 哇 68-121 265可以啊 小毕业雷神 唯一的确定就是爆上低了 冲能是够的 行的 这雷神可以 深渊给我我能满行 先看圣移物吧 26-12 12加上18 大概30分左右 不多 也就刚好30分 这个是极品了 全有效词条 15充能 双爆分数的话是 30多分 但加上这个应该有40分了 双爆充龙杀 这也能戳 不过分数比较低啊 20分左右 雷伤杯双爆 卧槽 40分 这个牛逼 行 这个雷伤杯可以啊 40分的雷伤杯 头的话还行 头头还能再提 能提的不多 这个倒是不错 给雷神 这个是3.5加7.8 卧槽 如果一次不歪 有概率上50分啊 放手BGM 给他强化一下 我感觉放背景音乐 强化不歪的概率很大 你们觉得呢 来吧 第一个50分 你应该没有吧 现在有了 不要了 只要一次不歪 把音乐砸了 这是什么东西 把它融了吧 这晦气 回路重造吧 那个 后来估计 懵了吧 如果全是爆声 我真的 毕竟得装一波 可惜没有 来吧 80分的小攻击 也只四四条 只要不玩小 他不转一棒 只要不玩小攻击就行 走 强化 拉满 二倍强化 直接拉满 看一下分数 这个分数基本上已经计了 十四的大生命 九的暴击 成长值很低 废了 他这个真的是特别爱雷神吗 怎么给他搞了这么多双暴呢 卧槽 双暴大生命 三有效四条 卧槽 3.97.8 这个东西一看就是 的话肯定会歪的 我才不剩呢 剩这个 3.97.0 这个不好 60的防御 也就十四的爆伤 直接容掉 话不多说 直接拿下 这个还行 因为他只歪了一次防御 给夜兰吧 拉满 你看 7.4 我就知道 还行 给夜兰算40分了 他只歪了一次防御 好东西的 这个要不要堵一下 但是这种剩一物 3.97.8 一般歪的概率很大 咱们用小的慢慢切化吧 用大的我感觉浪费材料 如果他真的不歪的话 真的就50分了 要么是垃圈全歪 要么是一飞冲天 50分直接拿下 你们觉得会如何呢 好 稳了 7.0 行 牛逼 30分了 12级30分 他有概率上50分 爆伤 爆伤 牛逼 又是暴击 稳了 现在已经40分了 拉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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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逆天 给个大的 走 拿下 来 操 最后一下 没想到他偷袭 但即便如此 分数有40分 有没有40分 我看一下 40分 有了 哪怕咱们歪了一次 他还是有40分呢 40.4分 40分的羽毛 如何 还有一个双暴 给他升了吧 雷神大概率会下半啊 随便点一个 看一下词条 副词条全歪 直接融 我的妈呀 这哪来的充能啊 给了暴击最后一下 他 他让我如何评价 行 那 那这个其实还行啊 50的暴击左右 160亿的暴伤 273的一个充能 循环无敌 来了 双暴大攻击 可以的 然后强化 来了 卧槽 这个头行的 三有效词条 给夜兰的话 你给雷神 也是双有效词条的 3.9 5.2充能 还有4.7 又给你强化了 19的一个防御力 容了 虽然是双暴 但是基本上是 一次都没有出完 有余祸 其实抓我 爱抽不抽 行 双暴一次不外 40分有了 再来一次暴击暴伤吧 40分能稳一点 暴击 小攻击埋伏我 勉强40分好吧 有大攻击 还行 9.7乘2 加上19.4 也差不多了 38分左右 双暴53 172 249.7的一个雷伤 双帽密码很不错 少女的羽毛 希望来两次暴击 两次暴击 剩下全给充能吧 暴击 纹丝不动 操 真的 失误的生命 失误的充能 哎呀 多好的一个胚子 又给夜兰当玩具了 谁家的好夜兰喜欢呀 赶紧拿走 他来两次暴击 真的碾压之前 那个杯子了 为什么每次 自用一下都恶心人呢 自用一下恶心你一下 这太气人了 行 那先这样吧 命脉是这样的 臭能的话 250低不低啊 但是暴击暴伤是够的 但三有效词条 其实还可以 下个大的赌一手吧 如果能把杯子给顶替换掉的话 我们可以来一个好的双暴沙漏 那整体的分数会更高 因为他的沙漏分数只有20分左右 很低的 20分的剩一物 容了 不是雷 零命的雷神啊 哥 零命的雷神 好 一次不歪 两次充能 两次充能也还可以 只要最后一下不歪生命值 30多分 30多分你换也行 换咱们生命双冒杀 可以用个好一点的了 暴击 漂亮 10.9 10.9 一次不歪 还有充能也够 只剑249 可以了 用这个替换 这样五尖套 我们就把这个垃圾给他换掉 什么玩意儿 早就想换他了 39.7分 第七啊 半步第七 我直接替换一手 行 还是四千套 面板 1600的攻击 因为他没有专武啊 他带的是这把武器 鱼货啊 62 168 263 毕业面板 因为剩余物已经只能这么好了 不如换个好点的暴击头 鱼货加12的暴击啊 62 加12 74的暴击还低吗 鱼杀肯定够了 鱼杀加大多伤害的 你看 虽然说白纸很低 但他加大多伤害 灵命的雷神 你看一下配置吧 40分的一个花 40分的羽毛 40分的一个冲筒杀 30分的雷神 那个攻击杯 以及爆伤头啊 爆伤头没有出特别好的 毕竟雷神可以给全队冲的 也可以了 相邻 属性 2000的攻击 58暴击 可以 但充能还是低 相邻的话 其实还能再高 保险 三有效词条 给你拉满 先升四级 看能不能来个双暴啊 来双暴 感觉就逆天了 大攻击也行啊 卧槽 牛逼 掌声 双暴充能绝缘 火生呗 牛不牛 力不练你九个 真的服了 63的精通 行行行 你这样玩是吧 行 面板看一下 15攻击 200精通 你向里有没有200精通 没有吧 236的冲的 55暴击 160 毕业向里 危的问题 暴击只有55.8 不够 因为你没带余货 雷神开翼 捕光 半天的开大 向里转 怨力满了 好 雷神普攻 斩 断绝 一刀 14万 4 15万 我感觉最高 能让15万一刀 因为他现在有无敌时间 不然一刀 估计砍杂都卖了 声员我们去测试一下 正常咱们平民 都是玩雷国 因为这个是二斤造价队伍了 雷国杀 可能会 也就14万感觉 行秋 但行秋两脚蒸发 伤害也很高的 行秋怎么养的 189的冲 这哪够啊 这暴击 这 啊 沉沦之心 满命 满命也不行 暴击太低了 九条的话 他不知道啥 啥样 先拿回来用一下 应该不需要 臭能杀 臭能够 水上妹 40分 这水上妹有点牛逼啊 爆伤头 二加二也行 其实 带他 以为是买命 加纪理剑 你臭能肯定高 这都够了 行 走 注意啊 这个队伍只是一斤的造假 咱们的雷神国家队 全 零命 拼命的造假 转一下 切行秋一踢 一脚蒸发 两脚蒸发 六万 雷神斩一刀 断绝 十二万 还行 没有一蓝的增伤 十二万一刀 但这个冲冲循环是无敌的 你可以看到 我来保护大家 卧槽 半尼的上海都这么屌 想不通 想不通 来 一脚蒸发 卧槽 再蒸发 卧槽 这其实打得不好 但其实挺快的 三四十秒钟 就过了 差不多一分 一分多钟 一分三十秒 你看 行秋开大 行秋开大 加抗打断 剃脚蒸发 十万 行秋九万一脚 雷神再一刀 九万五 卧槽 这还玩啥呀 这 循环 是真的没问题的 行秋一脚 普攻两下 再普攻 蒸发 一脚 四万 再一脚 四万 雷神第二个 我都不需要看 真的屌着 行秋 一脚 九万 这太牛逼了吧 真牛逼呀 十几万 刚开始是九万 后面还有一段 伤害 没有看到多少 一脚十万的行秋 来 给大家看一下 一脚十万 行秋面板 首先剩一屋 咱们带的是四绝缘 行秋 满命 满命行秋 没什么好说的 一千六的攻击力 五十四点八的暴击 一百七十六的暴伤 冲能二百左右 水上六十六 武器带精炼五级的机理剑 剩一屋是绝缘四千套 一共就这么一点 没啥了 卧槽 这两个点满了 十三尼的打 那还可以的 可以了 三十分的一个剩一屋 加金冬 冲能 然后是一个三十分左右吧 三十多 这个还可以 四十分的水上杯 行 行 这行秋确实可以啊